在这个课堂中,平板和手机是被允许使用的 在Gardama高中,所有的课堂都像这样 该倡议的推广人之一就是Rosali Arte 一个热爱新技术的历史老师 让他们都变成了帮助学生学习的工具 你能学习习近期,让你留在故事上的一样 一样的勇气,因为用一种手机的手机 是更容易让你留在头上的东西 我看影片中,在YouTube上的课堂 已经学习了课堂 更容易,更威力,我喜欢 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好使用手机应用 设计给每个课题,比如历史课 比如比如习课 比如习课,比如习课 比如习课,比如习课,比如习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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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习课,比如习课 比如习课,比如习课 他们所使用的方式是互动式的 也就是说,学生们在课堂上看视频 之后,他们讨论其内容 并且和两位老师一起,Rosa和Sulema 这样的结果非常好 终于习课 终于习课 毛罩 3 4 2 3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